今天我們要上的東西叫電與生活 就是要跟各位講有關於生活上一些用電的狀況 第一個叫做交流電跟直流電 能夠提供我們電力的東東 我們就叫做所謂的電源 它可以提供電壓推動電子在流動的電源 通常的電源我們在實驗性化就是所謂的乾溜子 那以後可能會出現電源供應器 未來會交所謂的交流發電機 都是所謂的電源 那麼如果這個電源本身有固定的正極跟負極的 我們就叫做直流電源 顯示成DC Direct 直接的直流電源 因為我們前面學過了 我們前面學過了電流的方向從哪裡到哪裡極 電流方向從哪裡到哪裡 從正極到負極 我們上面顯示了從正極流到負極 從正極流到負極 那麼因為它有固定的正極固定的負極 所以電流就有個固定的方向 所以這種叫做所謂的直流電 電流方向保持不變的 保持不變的這種叫做直流電 直流電有一些優點跟有一些缺點 有許多的動作必須要靠直流電才能夠動作 我們未來要交的電解跟電鍍都需要直流電 我們未來交的電動機是直流電動機 通過直流會動的要叫做直流電 直流電比較安全 讓你觸電的是電壓 電死你的是電流 那麼直流電要幫你電死的電流要比較大一點 交流電要幫你電死的電流比較小一點 所以直流電比較安全 你可以活 你比較能夠活下去OK 比較安全一點 但是直流電很難改變電壓 就不利於長距離的傳輸 這個我們後面會提到這件事 就是要長距離的傳輸 我們需要電壓要能夠改變 讓它高壓或者是V壓 我們來做一些動作 必要的動作 那麼因此現在的商業用電 都是用交流電 原因就是它容易改變電壓 以後會講為什麼 以後會講為什麼 那麼交流電就是它的電流的大小跟方向會變 你這個圖上面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叫做一個正方向一個負方向 所以這叫做方向會改變 還發現大小也會改變 所以大小會變方向會變 國中不管大小會改變 國中只管方向會改變 就是我的電流方向 也就是說一下子左邊是正 以下子左邊是負 正負會一直的調整 會一直的改變 這種叫做所謂的交流電 這種發電機叫做交流發電機 我們未來要教你的發電機就是交流發電機 發出的就是所謂的交流電 那麼解決這叫AC 這個交流電源提供我們交流電的交流電源 它如果說AC就是符號 瞭解一下什麼叫DC 什麼叫AC OK 台灣電力公司供應給我們的交流電的規格 電壓是110或220 未來會交什麼情況是110 什麼情況是220 然後呢 所謂的60、20變化60 週期頻率是60、20 我們就簡單的說法就是 60分之一秒轉一圈 一秒鐘轉60圈 所以變化64 就是這樣是個比較 嘩啦嘩啦的講法 要比較簡單的講 你這樣講 OK 所以就是了解一下 電力公司提供給我們的規格是什麼 提供給我們的規格是什麼 就是交流台灣的規格長這樣 好 那為什麼要用交流電 就是因為他講過 它可以容易遠距離傳輸 因為我要做遠距離傳輸的時候 我需要高壓 傳到你家的時候要需要變成低壓 它要很容易改變的電壓 那交流電就容易改變電壓 所以呢 讓我高壓可以送出去 然後低壓進到你家門 那麼這種改變電壓的機器叫做 變壓器 圖上就是一個變壓器的圖 然後它用的原理叫做 電磁感應 未來會交國中程度指到這裡 有個東西叫變壓器 改變電壓 原理叫做電磁感應 我看過有補習班老師參考書 跟你寫公式的 跟你算什麼變壓會 從A變到B 幾變多少變多少的 這個國中生通通不管 國中生不扯任何形式的計算 只要知道 這玩意叫做變壓器 原理叫做電磁感應 什麼叫電磁感應 未來會交 未來會交 你手上買了一些機器啊 比如說電腦啊 它會附一塊黑黑的一大塊東西啊 MP3會附一大塊 那一塊 那一塊啊 叫做整流變壓器 還有兩個功用 功用一叫做整流 整流就是把交流變成直流 因為你的MP3需要直流電 可是你插頭是交流電 所以要把交流變成直流電 所以就是整流 第二個叫做變壓 因為你的MP3可能只需要5伏特 插頭是110伏特 所以要把110變成5伏特 所以要變壓 所以你看黑黑的東西叫做整流變壓器 有兩個功用 一整流 交流變直流 二變壓 讓高壓變成它適合要的低壓 OK 我們用交流電做實驗的時候 交流電做實驗 有些實驗應該要直流電做 它講過電解要直流電做對不對 那如果拿交流電做 也是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你拿交流電解水 你就會電解出兩管完全一樣的氣體 裡面同時含有氫氣跟氧氣 不會有一管是氫 有一管是氧 不會 兩管通通都是有氫也有氧 然後體積會一樣大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然後呢如果未來會交電流磁效應 通電之後會有磁場作用 磁車會偏轉 如果你放了氧的電 磁車就會一直抖 一直抖 一直抖 有的事實上說會不抖 不抖原因是抖太快 你看不出來在抖 動作太快 看不出來在抖 所以它有不停的抖 不停的抖 所以要說這樣子 未來會告訴你 線圈裡面放一根鐵棒 通電之後這個鐵棒會被磁化 會變成磁鐵 要電磁鐵 可是如果你通了交流電 它就不會了 為什麼 因為它一下要N 一下要S 一下N下S 就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 這就是 如果你拿交流電做實驗 會出來的結果 但是 燈泡不用 燈泡是把你的電流的電能 轉換成熱能跟光能 你通交流電 它可以轉換 你通直流電 它也可以轉換 所以你如果用的是燈泡 交流電會亮 直流電也會亮 就沒有什麼差別 就是 所謂用交流電做實驗 所以產生一些狀況 那麼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直流電 什麼叫做交流電 還有一些它用交流電做實驗的結果 會如何 知道就可以了 這就是有關於直流電跟交流電的部分 還是那些小線 我們可以說 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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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